南军内部的选战竞争 这个财神对上韩神 那南军有一些支持者 有了郭台铭确实 并不一定要 支持韩国瑜 博雅怎么观察 其实政治人物从心态上面 也会影响他们的表现 那现在整个国民党里面 在心态上面唯一会 有胆子来打韩国瑜的人 其实就是郭台铭 因为相较于其他的 以政治为职业的职业政客 郭台铭是相对比较 Nothing to lose 反正初选没过关 他还是超级有钱人 那就算这样子的话 他就认了嘛 公平公正的初选结束 那他还是继续当他的 鸿海帝国的领袖嘛 所以他打起来 其实是相对可以比较放手 因为其他的 你不要讲朱立伦跟王金平的 甚至是国民党里面 很多的民代 就算他们知道 韩国瑜这样搞下去 对国民党长期的发展来说 绝对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们也不敢讲 等于有时候私下讲 直到那个麦克风没关 然后泄露出来之后 又要承受韩粉的一波攻击嘛 那郭台铭他站到了这个战略位置之后 其实未来的发展 我们要去看的是 国民党会不会引发 比较大规模的内乱 因为在过去 纵使这个朱跟王一直批评党中央 但是他们也不敢直接针对韩国瑜去 他们只会一直抱怨说制度不公平 那因为这样的抱怨 其实是不痛不痒的 所以他们自己慢慢背边缘化 郭台铭掐着这个痛点打 比较能够引起选民的反应 因为他确实点出问题 但是真的点到问题之后 对于韩国瑜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王金平跟朱立伦都不是韩国瑜真正的威胁 所以韩国瑜总有一天 他还是要出手再反击 那出手再反击之后 其实有可能会形成国民党内部的 两股势力的对决 韩国瑜他带的是这种英文叫做underdog 败犬的民粹 他就说对啊 他也大方承认 他说我本来就是读书不好的人 所以你们说我草包我也OK 他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非常的反正我就是一个败犬 但是败犬要胜利 这个是最美好的传说 最美好的梦想 所以他后面带的那一大批的韩粉 核心的韩粉都觉得说草包有什么关系 他下面的人会就好啦 他只要负责能够把我们的气势带起来 冲进总统府搭到民进党 这就是他们要的领袖 那郭台铭他代表的是什么 他现在宣布参选之后 慢慢的整合起来 其实国民党那种传统精英 慢慢站在他的后面 所以国民党的精英传统 其实是很重的 不管再怎么样 你要血统够正确 血统纯正之外 你的派系要正确 而且你的学历要高 然后各种最好应该是博士 国民党的传统精英都知道 国务卿就是外交部长 这是很普通的传统的政治训练 不知道的可以打包了 所以未来 就是因为不知道的可以打包了 所以韩国瑜曾经被打包17年 就是说这是一个事实跟现实 那就说他在精英养成的过程当中 他有很多基本的这一个政治的专业 他如果不到位的话 他是不容易更上一层楼的 对这个是传统的建制派 然而你必须承认网路带来了 许多反建制派的民粹的政治能量 而且不好意思 学历差的人人数多 你要想台湾一年现在生20万个小孩 有多少个进台大 有没有1万 那另外19万的咧 就是说地球上是这样 地球上真的是这样 收入低的人远比首富人数多 首富多的叫做钞票多 但是民粹政治领袖叫做 我的狂粉多 比钞票我比输你 比支持者我赢你 这就是人气对决底气的问题 对啊就抽票跟选票不一样 所以未来如果国民党 进入他这个两强相争 传统精英阵营 他真的要承受来自于 韩国瑜所带的这个 败权民粹的正面冲击 就像是去年底 民进党承受这个正面冲击一样 那国民党的这群传统精英 停不停得住 那如果停得住之后 他有没有可能去 反过头来去压制 或是吸纳这个 败权民粹为己用 因为如果说就算郭台铭初选赢了 如果这些韩粉都不买单 那你大选还是一样出局 所以这个大规模内乱下来之后 其实牵扯到立委提名 其实整个国民党的未来 并不是这么乐观 但反正民进党 他们现在也在内乱嘛 两党比的就是 谁的内乱先结束 结束之后你就有这个机会去 这个以疫代劳 甚至去见缝插针 去这个裂解对方的阵营 所以现在比的其实是个速度问题 好